最近,一段同盟军军人用铁锤敲击果敢佛塔的视频在网络上广传,并在缅甸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众多僧侣抗议,为什么一个同盟军军人就敲了一下果敢的佛塔,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这起看似微小的事件,背后反映了许多方面因素。 以使未尽,可以之星体,以人未尽,可以明德师,欢迎订阅老海说时。 2024年1月5日下午4点48分,同盟军宣布正式占领南天门山,这座老街的最高峰,曾经给同盟军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痛苦回忆。 2015年,同盟军进行反乡行动最终兵败南天门山。 如今时隔8年,同盟军再次以胜利者的姿态登顶南天门山,并在南天山的最顶端升起了军企。 因此,同盟军士兵感到非常兴奋,于是就发生了有同盟军士兵拿起大锤砸向南天门山佛像的一幕发生了,应该同盟军对取得的胜利太兴奋了,毕竟力抢了14年的银人才有今天的伟大胜利。 随后,同盟军破坏南天门山佛像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这在缅甸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同盟军迅速发布了关于此事的两份公告,严禁破坏家教建筑。 同盟军在声明中表示, 破坏佛塔只是个人行为,那个人只是身穿同盟军军服,并能不代表同盟军组织。 同盟军充分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 南天门山上的佛塔就是在2015年同盟军返乡行动失败后,缅甸当局建立的一座塔庙。 这座塔庙在国杆流传的是坐镇汉塔,意思就是缅军想通过这座塔庙镇住同盟军在此牺牲的八百战士,以及镇住国杆地区汉族人的发展壮大。 为什么同盟军的举动会引起缅甸国内的巨大抗议? 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佛教是缅甸的国教。 在缅甸人心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 据统计,缅甸国内80%至90%的人都信奉佛教,缅甸国内佛教信徒众多,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的礼佛敬佛活动。 就连缅甸来也经常去礼佛,就在缅北战事发生后,缅甸来还带夫人前去礼佛,请求佛祖保住她的宝座。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行为,隔壁的印度老莫也是经常去礼佛。 去年叙利亚总统访问中国时,也去礼佛了。 他夫人和孩子们去了灵饮寺,来自叙利亚的总统双手合十进入圣殿,向菩萨祈祷。 希望菩萨能够保护自己的国家,免受战争的侵害。 第二点,同盟军发动了缅北战事。 同盟军发动的1027行动势如破竹,最终引发了整个缅北多个地方武装的参与,让缅甸陷入了内乱当中,而在下缅甸,大部分人都是缅族。 他们将缅甸战事的原因归结于同盟军,心里对同盟军也有诸多怨言。 缅甸国内大部分都是缅族,汉族人只占到3%左右,而信奉佛教的基本都是缅族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佛像及佛塔等关于佛教的建筑,在这些信徒和僧侣的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因此,他们对破坏佛教建筑的行为极其反感。 其实,佛教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信徒,全国各地都有佛塔、佛像等建筑,信佛礼佛的人也很多,我们也是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对南天门及四面佛上的佛塔进行过度的解读。 这样会将同盟军陷入被动的局面,也引起更多的缅甸人反抗。 目前,同盟军刚收复老街,可以说是立足未稳,拉虚也还没打下来,完全没有必要理会什么佛不佛塔的。 同时,同盟军也需要小心谨慎,防止缅昂来利用这件事情。 激起僧侣信徒对同盟军的不满和反抗。 目前,拉虚已爆发大量僧侣与信徒游行示威,这明显是对同盟军拿下拉虚是不利的现象。 也可能是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此事阻止同盟军进攻拉虚。 据缅媒报道,为期两天在中国昆明进行的,缅军与缅北民族武装的第三次和谈已经以失败告终,双方开出的条件相差太大。 最基本的,缅军还企图要拿回穆姐和要求联军从蜡树地区退兵,就这两个要求,联军这边都不会答应,目前穆姐和蜡树都已经算是联军这边到了嘴巴的肥肉。 绝对不可能再就这样甘心放弃。 既然老缅还不服气,那么就继续再打下去就是,到时候不要说拉虚了,搞不好曼德勒都得要丢。 这两天,同盟军若开军宣布再向蜡树增派两个旅,德昂军再派出一个旅,三方的总兵力在一,两万以上,而缅军方面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支援缅北地区的缅甸政府军正在陆续开往拉虚县城。 原本镇守拉虚县城的八十八师,加上其他部队,大约在两万人左右,大战一触即发,双方在拉虚周边地区进入对峙状态。 拉虚作为一个枢纽位置太重要,不仅是缅北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还是,缅北进入缅甸平原地区的最后的显观要地,是缅军东北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 缅来或者说缅族丢不起,像老街那样和平解放是不可能的,估计就是缅来下台,昂山素季重新上位,也要想办法抢回蜡树。 当然了,缅北联军如果能打下蜡树,那么好处肯定是丰厚的,最基本的,联军预计就能控制四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当其中军两万平方公里,同盟军两万平方公里,大家都获得未来崛起的根基。 控制拉虚,包括木解,国干等地都将彻底成为同盟军的大后方。 值得一提的是,若开军在若开邦共占领了缅军150多处军事据点,在白里瓦镇区,还歼灭或击溃了缅军第九野战旅和十一师的八个营近两千人,在角道镇区,若开军拿下了天马山战略据点,仅剩第九野战旅总部等待占领。 最关键的是,若开军的前线冰封,已经逼近了对中国非常重要的角飘港地区,缅军在若开邦的军事据点基本已经被拔除,很快角飘港估计就会被若开军控制。 不过,这件事情对我国来说应该是好事。 正巧这紧要关头,镇汉塔,风波被劳勉故意安排,企图通过煽动对同盟军甚至是整个缅北汉族的对立情绪控制舆论导向,将缅甸汉族陷入僧侣的对抗当中。 此事件地不断发酵,让同盟军陷入了自启示以来的最大困境。 要知道,全缅的僧侣及信徒人数是同盟军人数的数千倍。 佛教是缅甸的国教,全缅至少85%的人都信奉佛教,全缅有6000多万人,那就是有四五千万的佛教信徒。 这是一股可怕的力量。 一旦与同盟军叫起进来,恐怕同盟军获得的战果一夜之间会报销。 一旦这件事情被劳免充分利用,同盟军将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而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 而在国内,则是一边倒向同盟军,因为我们认为南天门山上的佛塔是伟佛塔,它只不过是缅军为了掩盖自己对缅北汉族华人犯下的罪行。 南天门山上还躺着2015年果敢八百汉族人魂魄,因此在果敢汉族人心中,这是个震撼塔,这个伟佛塔是他们耻辱的象征,必须消灭。 同样在二战时期,日本也干过同样的事情,当时日本从它侵略的各地搜刮材料建立了一座妖塔,意思要镇住所有它入侵的地方,里面还有南京等地的好几块古砖或雕刻,名字叫八红一语镇妖塔。 重要的是它本身的石头是从被各个占领的地方抢的,而且砖找有名的什么长城砖,历史古迹等等。 日本战败以后,本来改成了和平纪念碑,结果现在又改回八红一语。 说实话,老提神策我都怀疑是某些媒体在转移视线,神策的成分很复杂,八红一语塔,训国七世庙,星亚观音像等等。 这些才应该是真正被立刻爆破,销毁的东西,却很少有宣传。 命格不够,必遭反噬。 日本建成八红一语不久以后,就被原子弹给轰了,后来有人说日本国格镇不住,被反噬了。 缅甸这个如果是震撼他,不知道能不能这么理解。 越南那里也有汉朝将军力的镇柱,说柱到之日就是灭族之时,后来越南独立,当地人不敢推倒柱子,就用土石给堆成土丘埋起来了,还是越南人谨慎啊。 其实一切都是自身实力,有实力,这玩意就是兴奋剂,增加战斗力。 没实力,这玩意就是嘲讽技能,必将引来一顿胖躁。 同盟军刚收回国感,形势还是要谨慎,缅甸佛教极端话闹得很厉害,而缅北一带已经被塞入很多缅族在生活,治理绕不开多民族问题,如果是震撼塔,那砸了也有理由。 但如果是宗教方面搞事,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不过同盟军刚刚才发公告解是不是组织命令,是基层个人行为,至于是不是真的叫什么震撼塔就不清楚了。 如果是的话,要砸干净了再道歉,也算是一个交代。 打仗拼的是国力。 不是拼风水,震撼,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有些震撼,无语的直冒汉。 同盟军高层已明确声称,敲击佛塔纯属个人行为,不代表组织态度,他们对事件表示歉意,并禁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但无论如何,应加强对基层的教育管理,避免此类事件继续恶化民族关系。 同盟军尊重各种信仰自由,这一点应该得到肯定,但是任何人都绝不能以信仰为名,进行极端行为,这不仅违法,也会破坏民族团结,应该以民族和睦团结为重,互相理解信仰需要,共同维护稳定。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